火鍋店門口貼了好大一張告示 人行道禁止停車 還擺上三角錐 告示準備得充足 但卻還是被客人打了異心扶評 理由是 建議來此用餐的客人用走路 店門口不讓客人停車 機車也不行 旁邊店家休息去停也不行 這麼愛管 怎麼不去當里長 其他異心評論也提到 店門口不能停車 這些都讓店家感到無奈 那有的客人 甚至是脾氣很差的 可能我們就沒有辦法 老子就是有錢要停 怎麼了 那不然等叫警察來 店家表示 這裡是警方取締熱區 基於好意 勸客人不要把車停在人行道 卻散步時會被大掃聲 還以此被異心扶評 看看整條街 除了火鍋店 附近店家跟居民 也多少會把車停在人行道上 警方統計 吳越這個路段進行舉發三件 由機車跟轎車為停 都是民眾檢舉 我來你們這裡用餐 可能被拍照 那你們要負責 我們還是吸收人 應該也很無辜 有時候就口氣的問題 有沒有停車位是另外一碼式 對不對 我是去吃東西的 不再找停車位 有名氣的店 常因為違庭問題遭到檢舉 鳳山這間香腸大腸老店 平常日下午客人落意不絕 但位於轉角又有紅線 常常被檢舉打人盯上 警方也時常上門 店家只能多幫客人注意 如果有警察來 可能會麻煩他贏一下 如果客人停很外面 我們看到了 我們就趕快先坐給他 讓他趕快走 生意難做 勸阻別為庭容易得罪客人 香腸店採取折中方案 而火鍋店不讓客人違規 雖然換來一新 但有網友留言 好關鍵店家要支持 走路去支持 算是另類的逆向行銷 三十人田巨大股幅先告訴我們